讓他確定那個位置是對的 有有有有 有人照到老師的臉嗎? 沒有,只看到圖 老師你退後一點,他能照到你的臉 沒辦法,要照圖整張沒辦法 照圖啦,最主要是圖 我們所有的血管啊 大腿血管都是在內心 外側都沒有血管 所以 綁腳不會影響血液循環 一般人的觀念 夾包現在血液循環不好,是錯的 因為你,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血管很粗,對不對? 有一個古代動脈 你有沒有教化的經驗? 教化的就是後世共,有沒有水管 它有水管,對不對? 有水管呢 你把它折起來的時候,水流不流? 不流,對不對? 但是呢,如果你 把水管一拉長 它怎麼樣? 就會流啊 就扁了,血流就不好了 所以說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睡覺的時候,腳打開,向外開掉了 就是把血管拉平 拉直 拉直的,拉得太厲害了 就扁掉了,血型不好 但有人睡覺,仰腳交叉 讓人家交叉 一交叉的時候,等於折到了 一折到血流也不好 那人家那個 像瑜伽那個貪施法 就是要把身體呈現一個大字型的 角子開的 那個喔 所以說很多 學瑜伽了之後 就貪了之後呢 手都手心向上 兩隻腳都外開的 他認為這樣貪是鬆掉 但是實際上 是把髖關節轉位 把那個什麼 肩胛骨前翻 所以很多學瑜伽 你可以看得出來 都推有點 威威的駝背 因為他 那個手啊 手心向外開的 肩胛骨呢 整個是前翻的 所以說 他的肩膀沒有辦法落地 落地 對啊,肩膀要落地 現在肩膀要落地了 現在很多人肩膀沒辦法落地 要不然你救世表 就槍翻了 嗯 那一切 謝謝老師 那我這樣可以啦 好